关米女市长夫妻双双获行曾攀令计划之期,图,卷入辽宁会选案的最高级别女官员,大连市委员常委,常务副市长曹爱华,不但自己,因攀附背叛其丈夫王白岩,也因转移,藏匿了曹爱华交给他的受贿赃款,受千连,获行曹爱华人称关米曾攀附令计划之期,中国裁判文书往近日公布的判决书, 显示,2018年10月19日辽宁丹东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定,王白岩犯掩饰,以麻烦罪所得罪,判处有期徒刑,三年缓刑三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陆媒12月5日报道 公开的庭审视频获悉早已取保候审的王白岩,到庭后,对指控未提出异议,并自愿认罪 王白岩系中国一家著名保险公司大联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今年8月21日王白岩的妻子曹爱华被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贪污罪,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8年6个月,公开履历显示,曹爱华,长期在共青团系统工作,历任共青团营口市委副书记,书记共青团辽宁省委副书记等职 2000年,任营口市委常委,宣传部长两年后升任政厅及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 2010年8月曹爱华出任大联市委常委,大联市副市长此后又任大联市常务副市长 据王白岩案的判决书显示,曹爱华在担任大联市委常委,大联市副市长,期间陆续将受贿所得的部分外币交,给王白岩保管2016年6 7月间王白岩将保管的美元15.97万元,欧元4万元和港,毕15万元共折合人民币1468137.2元 藏匿在其母亲家卫生间洗棉池下方,王白岩供述称,他知道这些钱,都是别人送给曹爱华的这些外币都没花,存放在家里,又觉得不安全,就用专门密封古丸的塑料袋装起来 藏到其母亲家,2016年辽宁人大代表,拉票会选案被曝出,从时任省委书记王明,到地方人大代表涉案人员 共955人曹爱华也在其中,成为直接涉及此案级别最高的女官员 2016年9月2日中共辽宁省纪委公布消息,时任大连市委常委,常务副市长的曹爱华接受调查 在曹爱华被调查一个月后,2016年10月8日,丹东铁路运输检察院以王白岩涉嫌社会罪立案侦查 2018年1月30日,辽宁丹东铁路运输检察院以王白岩犯掩饰,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起公诉 2018年10月16日丹东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开公开开庭审立此案 2018年10月19日,法院一审以王白岩犯掩饰,隐瞒犯罪所得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,三年缓刑三年,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扣押的外币美元15.97万元,欧元4万元和港币15万元予以没收上脚国库 据陆媒报道,陶爱华,是一个十足的官迷,一切为自己的升迁让路曾攀,上了另计划的妻子古丽萍 陶爱华不惜一切拉拢靠近古丽萍,他将古丽萍倡导的创业基金项目,作为一个虚假平台 让几千万的资金闲置陪吃,陪喝送物送钱,他还给古丽萍的项目,拉来了巨额的商业弹注 将省里的重要官员介绍给古丽萍